生活当中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从原始社会开始呢 就伴随人类一起发展 此外羊在许多层面上 有着不同的影响力 不论是宗教、社会、民俗 或是美学都占了一席地位 在台湾因为气候的关系 绵羊比较少看到 眼前所见到的绵羊称之为蒙古羊 是早期大陆巡旗在外蒙古 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 所拍摄到的珍贵画面 当时可是花了不少的力气 才得以入境拍摄 蒙古族是有名的草原游牧民族 那么身为游牧民族 自然少不了马术跟畜牧 其中羊更是贯穿生活的重要资产 所以每户人家呢 会在自家饲养的羊身上 烙上标志来识别 每到夏天蒙古人就有一件大工程要做 就是要为绵羊剪毛 因为羊毛是蒙古人重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剪羊毛呢 是每一个牧民必备的技术 只是剪的方法还相当原始 得依靠人工一刀一刀地剪 加上当地缺乏大型的纺织厂 能做的产品项目不多 产地价格又低 所以多半羊毛留着自己用吧 剪下来的羊毛必须铺在地上 用棍子打松 如此才能让羊毛变得更为松软 这种看似简单又需要点力气的工作呢 通常交给家族当中的青少年来做 蒙古人三餐是离不开奶跟肉的 羊奶可以做奶茶、奶酒、卤酪 这些呢可是蒙古女人的基本家务 家中的壮丁负责铺设蒙古包外层的羊毛毡 这些羊毛毡妙用无穷 既能预寒也能防雨 擀羊毛毡算得上是蒙古人的绝技 最大的技巧呢 是如何善用水跟力气去整平 让羊毛不易散开 擀羊毛毡的时候 女主人主要的工作呢是续羊毛 整过羊毛之后一小块一小块地慢慢加 然后再紧紧地卷起来 至于男人则必须在羊毛毡上平均洒水 再用力地擀平 使它更加地觅食 羊毛毡有厚薄之分 越厚的毛毡需要一层一层地加上羊毛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帮忙 好在草原上的人们有互助的好习惯 还能一边工作一边联络感情 曾经有人说蒙古人的血液里头流着狼的血 相传原祖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其中一个跟狼联姻诞生了蒙古人 拥有善良机智粗广跟骁勇善战的个性 对蒙古人而言生活虽然不富裕 但能过得简单纯朴也是一种幸福 现在来看看遗族人 他们无论大人孩子都有一件羊毛披风 看来他们的技术比蒙古人要精巧一些 使用比较不费力的工具打松羊毛 不过其他工序都是差不多的 同样得将羊毛打松之后 铺平洒水赶紧 梁山遗族的披风又称为叉尔瓦 他们是一个崇尚黑色的民族 以续养黑绵羊为主 踩紧赶石的叉尔瓦呢 会用甲板来定型 让它的折痕更加明显漂亮 一件叉尔瓦就这么完成了 那么眼前的纳西族女子身着白色羊皮衣 看来洁白明亮 因为白色象征着勤劳贤惠 至于羌族人在很多场合都跟羊脱不了关系 作战的时候会在井上悬羊毛作为标志 祭祀的时候呢 巫师系羊毛表示跟羊同体 还有宋藏宰羊可谓死者引路 所以羊跟羌族人的生活是牢牢相扣的 甘肃的牧民少不了一件羊毛大披风 白天牧羊的时候用来挡风 晚上睡觉的时候则充当郁寒用的卧垫棉被 再来看看西藏产的藏羊 外形漂亮温柔 几千年来是养活藏族人的主要肉食来源 每年四月当春草露出新芽的时候 羊儿会随着主人来到草场度过温暖的夏天 在藏区还有一种相当珍贵的野生藏羚羊 当年青藏公路的开通 曾经一度阻断藏羚羊的迁徙路线 藏羚羊生活在青藏高原上 通常是在高寒的环境当中生活 被列为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之一 藏羚羊的主要天敌是狼 年老幼小的藏羚羊往往会葬身狼腹的 另外人类也是藏羚羊的天敌之一 它们的季节性迁徙曾经被青藏公路给阻挠 除此之外成年的藏羚羊 它的毛皮跟长幼弯曲的脚呢 也是不肖伤人的目标 不过最近这些年经过大力保护 这种歪风已经有所遏制 至于兰州的黄河铁桥横跨黄河两岸 现在叫做中山桥 桥下的河水是滚滚湍急 因此两岸的居民呢 必须想个办法来善用水利 除了建造水车取水灌溉之外 那么在没有建桥梁的年代 它们是如何跨越湍急的黄河的 在历史上羊儿曾经大大派上用场的 它们的皮呢被当作气球一样 充饱器之后做成羊皮筏子 基本上十二个充满气的羊皮球 绑在木条跟木板上 做上三个人都不成问题的 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品质 可以说是集中生智 想出这么个法子 运送货物到对岸 也造就了百度过河这个行业的兴起 但是自从新建铁桥之后呢 羊皮筏子就一度消失 如今再度出现 竟成为观光的噱头了 顺便一提的是这种早已经绝肌的牛皮筏子 它是更早的渡河方法 先用晒干的牛皮缝成一个大袋子 想要渡河的人呢 就得钻进牛皮袋子里头 再游人往袋子里头吹足了气 把袋口给绑紧密封了 全程使用人工 这正是典型的牛皮筏 刚才吹气的人呢 正是这艘牛皮筏的掌舵人 他必须攀在牛皮筏上 滑水前进 控制方向 这样的场景还真叫人捏把冷汗 但是牛皮袋中的人呢 想必也不好过的 这也凸显了早期的人们 为了生存 他们冒了多大的风险 如今羊皮筏子依旧存在 牛皮筏子早成为绝响 外景对何其有幸 能够记录下这珍贵的影像